剩下的我们三十之一的时间 这个内容 相对前面的应该是比较 比较容易了解 比较我们的strip forward 就是直接要让 所以希望同学 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听懂 正好的地方 我们在解释的部分 你一定要稍微的静一下 回去呢 再花一点的时间去整理一下 这样的应该会比较有效率 好 我们接下来进入新的一章 叫做Gascom Project 简单GC 气象成熙 那这个是我用上学期 吴彥铭跟中国官邸 你们这一组你们的照相 你们报告的内容 我们不用了几张 好 所以上学期 其实还没有交道 不过我们实验都做过了 好处就是 你们已经有经验了 很多东西比较熟悉 只有对一期的整个的一个构造 整个的一个原理 基本的原理 都有基本的了解 所以我们上次来应该会比较容易一点 当然有的内容 那么最后还是没有 就是我没有讲 那这个课堂上我们再继续介绍 那你们很幸运了 我们在上学期 我都讲过了 我们一共有七台 应该有七台仪器 就是你们上学下学期 一共有七个实验 都是新的仪器 那这也是当时 正好五年外役 头两年 我们学校的一个我们的校长 是我们化学系的 他特别的偏心一点 多拨了一些钱给我们化学系 像我们的火化学系 是非气化学系 是有机化学系 都很破烂 真的是很破烂 这个相对全台湾来讲 以前还有一个 还大化游戏 新大化游戏 比我们还破烂 破旧了 可是他们都新管 分别的成本 这个盖起来了 所以我们变成是全台湾 但是最后早速解决 是比较破旧 就是比较老 二十年 二十年 所以需要大概 我们花了六百万 两个实验室 两个六百万 去整个翻新 所以没有五年五百亿的话 永远做不到 六百万 那我们这七太仪器大概是 应该有三百万 换了七太仪器 所以说每个五年五百亿的额外的计计费 这个也永远做不到 那今年呢 好我们 这个所有的理学院 一共才三百多万 然后五个单位分 我们就分到七十五万 七十万能买什么 买一台仪器 所以说七十万就不能买一器了 只要买比较小的东西 这七十万 我知道还是有机化的实验室 非机化的实验室 买些小的东西 没有买个大一器 所以这个 我们物化实验 还有我们疑分解 这两个实验性质的特殊 如果用到一器的一器都很贵 那除非 除非是有这种额外的经费 那么 来自于教育部 这部教育部每隔几年 都会有这种额外的 改进教学的计划 我们才有机会去更换新的一器 要不然的话 永远 永远做不到 永远没有那好换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物化实验 去年 上学期还是去年 还好 一百万去买那几个新的一器 要不然我们期望到今年 我们本来说去年 有钱的话 全部是去买波化实验的这个一器 就很不幸啊 尽量 分到钱太少了 所以没有办法去更新新的一器 好吧 所以像这样一台一器的话 就五十多万 五十多万 五十多万 非常贵的 在我们进入下一章后一篇之前 这是有一篇文章 标题在这边 那么这边有了两个 有一个是他 给我很不认得 这个泡 泡 泡是纸浆 所以这个是纸浆 还有造子 工业的费排放水 F1 里面的Cloro-Geno 是绿分 有毒的 有毒的这个成分 那么它是用这个机器 Math 还有这个 这样一个技术呢 去做DNAF 我是看到这张插图 那这张插图呢 我一看 哇 很棒的一张插图 不知道这个听不清楚 看得到吗 这是一棵树 看到了吗 这是一棵树 这是叶子 不清楚吗 对啊 这是树啊 这是树 然后被 这个是纸吗 对不对 纸的这个原料呢 它跟来自于植物了 树 那它是造纸液 他们排放水 那我不想给我记得 这个造纸液啊 它的这个排放水 事实上是相当的脏 一个造纸液 一个皮革液啊 还有一个电子 电子这个电镀液啊 他们的那个排放水 都相当相当的毒 相当相当的脏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就分析它里面的这个有毒的成分 那我看上这张插图了 它是指来自于这个树 只要砍树 那这个树呢 给我看一下 因此 这样分开 一层一层的 就跟我们的这个晨曦里面的 play theory 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 我一看 哇 这个是play theory 想到是play theory 如果板树 一层一层的 正好这个一个树 这个代表它是排放水 这个臭水 像于这个晨曦图嘛 所以这张插图 这个作者显然对晨曦本身啊 它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呢 它都很了解 所以把这个树砍下来 一层一层的 最后做生子啊 所以就play theory 这个手上关系啊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插头 好 接下来就剩到 我们这一张的主题了 Gas and Trophy 那么它的mobile base 当然就是gas 气体 那么平常用到的GC的话 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gas liquid and Trophy 我们一般还是叫做GC吧 就GC了 但事实上 它是应该属于gas liquid and Trophy 指的就是说 你的mobile base is gas 但你的借向呢 导集的时候是真正的是liquid 是在你的packing material的表面 涂一层 coding一层 这个液 液态 高分子的液态 liquid base 所以叫做gas liquid from Trophy 那么但是现在 所以我们看这个fishing base 液态的时候真的是liquid and salt 吸附在你的这个solid surface 这solid就是你packing material packing material表面 液态的时候真的是liquid 就是吸附在表面 所以是gas liquid 但是现在通常都不是这样做了 这些都是这个 分析费是bonding 间接的上面 间接在你的picking material的solid 的surface表面 但是我们然而言叫做gas liquid from Trophy 那你的这个分离的机制 当然就是你的分析物 在你的基本上跟你的镜像 它的作用力 那动向的话是气体 气体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力 但是把它带下去 从入口把它慢慢往下带 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是 你的分析物跟你的镜像 它的作用力不同 所以分离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了 那这是我们新版的 一个GC Gas Comptograph 它们这个气象晨系引 的一个我们叫做block diagram 同学呢 要习惯看这些东西 就是尤其考试的时候 你们还要问我 这个CV图啊 它的potential 它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excitation signal 还有很多东西都问 什么是excitation signal 我觉得不应该啊 我觉得不应该啊 因为我们上课呢 讲了好多次 那你应该知道 看了这个 看了这个名称呢 它问什么东西 你应该知道了吧 你如果还在问的话呢 我觉得不好意思 这个block diagram 这个block diagram 指的是方块 方块 就是这个仪器呢 它有哪些部分 它是用方块来表示 这个gas 这个gas chromatography 这个气象晨系引 那我们另外有一个字 呃 guess chromatography 后面多了一个尾巴 多了一个歪 那这两个字呢 它意义就不一样了 少一个歪的话呢 指的是仪器 系上晨系引 多了一个歪的话呢 那么就是系上晨系法 这是一个方法 ok 那这两个字不太一样的 那我希望同学 我们在那里提醒了 你要知道 它不一样 出来了 那顺便看一下你的拼音 英文字啊 有的时候会拼错 好事的时候 我看你们答案也有谁 是不是 听错 看你错的 严不严重 那这边各位看到什么错没有 这个 这个弥补嘛 这个stop 听错了 那这个很多我们商店的招牌 英文字啊 你常常看 有时候也去看到很多错字 很大的招牌 你去看他的英文字 有时候听错 这个不能怪那个 那个制作的 有很多小弟啊 英文不好 更不知道的英文字是什么意思 他就按照你写给他 他这样就 就逆错了 那你这个老板也是看一看嘛 负责应该看一看嘛 好多时候看到错 就把你跟那个店家讲 有时候看到 加热 这么大的招牌呢 这个 端午节 龙多竞赛 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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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错 听错了 他就跟那个店家讲 听错了 怎么看着不对啊 错的很离谱 那重大一字挂在那边 跟你老外看的话 就笑死了 好 这个 这个 所以希望同学啊 注意这个啊 英文字啊 既然是我们的专业 用词的话 你要去背它 希望是能够正确的啊 那 因为你们都用过 GC的 这个仪器嘛 所以 知道说有一个钢瓶 carry gas的一个pank 钢瓶 然后呢 有这个 调节器 打开啊 然后 经过 这个整个箱子 就是 控箱一样 控制温度 那 最上面呢 有个打sample进去的地方 sample injection chamber也好 这个 lab也好 打sample的注入的地方 然后最重要 分离管注 那么 最后到detector 排掉 那么detector的信号呢 经过data system 然后 显示出来 或记录下来 那 那这边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心呢 它要控制温度 所以它要有一个oven oven 那么 thermal step 就是 thermal就是温度 stead就是 固定 恒定的 thermal step 控制温度 那这是旧版 那新版 是用方块组 旧版的话 它叫做schematic 或者叫做schematic diagram 就是系统组 也是GC的一个系统组 那 系统组的话 大家画起来就比较 比如说 像真的 像钢瓶 这个 carry gas supply 或tank 就是钢瓶 然后这个regulator 这个 压力的调节器 pressure regulator 好 问一下同学 你们都用过这个 GC 也开过钢瓶 很多时间都用过钢瓶 那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法 这叫做pressure regulator 压力的一个调节法 调节器 它有两个表 我请问你这两个表 分别是显示什么 什么压力啊 你们同学要回答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我就有点啊 呃 林正汉 来 比较接近 桑瓶的 这个表 这个压力代表什么 大信 大信一点 大信的压力 好 大信的压力 大信的压力 就是这个 caric gas 我们用大信的话 大信钢瓶里面的压力 没有错 那 右边那个 外边那个呢 那应该就是外面的压力 外面的压力 你叫外面的压力 你叫外面的压力 不是钢瓶里面的压力 他们外面的压力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们再问一下 取穷文 来 这个外面这个 右边这个什么 这个压力代表什么 知不知道 谁知道 要知道举手 这外面压力也不能说错吧 跟你们做这个鞋考卷一样 比如说回答的这个句子 看起来不太对 也不能说都错吧 那我就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还真正 对不起 离气里面充满氮气压力 这个 那如果说我们不见义气的话 它就没有压力了 外面空气的大气压力 外面空气的大气压力 OK好吧 听起来不是很对 这个regulator 右边这个呢 就是控制你出来 出来的量的大手 出来 所以 你开的越多 出来的速度越快的话 量越多的话 它的压力越大 所以右边这个 是代表你送出来的 里面那个 是代表 氮气钢瓶 就是气体钢瓶 不管什么样的气体 钢瓶里面的内部的压力 所以你看这个表 就知道 这里面的气体 你看现在还剩多少 满的时候一千多 用完的时候就没有了 右边这个的话呢 是控制这个法 看你送出来多少 左边那个法 是看你中间的这个 主要的法 打开的话呢 代表里面压力 右边这个是 这个法呢 是控制它 出来 送出来的 这个量的多少 所以第一个 就是 Terra gas 以及呢 控制它的流速 是靠这个Val Grancial Regulator 那流速多少 早期的时候 旧的仪器 是用那个 浮球 它的高度 经过校正 知道说 你现在送进来的这个弹性 它每一分钟 流速多少体积 可以由这个浮球呢 来做一个 一个显示 这个应该算是显示 但是 当你 他别把瓶子喝的一个 因为它 这个太细了 但是 比较这两个他的呢 的话 Kavin Garren 他的这个 效率更好 分离效率更好 速度更快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一般的机器呢 我目前 Kavin 他 他 就 放在这里面 那么 那 Samble呢 各位 都做过些了 就是我们的 Syrange 注射进来 那你的样品 我们目前做的线都是用页点的 直接 吸进来 用那个MicroSyrange 注射进来 进来之后 经过管车分离 最后呢 到Detector 就是 Detector 得到的信号 那 这个是 呃 一种Detector 就是 它这样一个设计 Detector 部分这样设计的话 它是一个Detector 或者是某一种Detector的设计 这或许是为什么这个新买的 还是不用这张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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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这个Detector 得到的信号 就是电压 是 电流 转变成 电压 转换性 Current to voltage Convert 那 很多同学呢 都写Current to voltage Convert 那个词 是为什么 课本上没有Convert 这个词 有吗 我刚 奇怪了 就 改一个 一个是 这个东西可能不会是 我改了五个 就是 我改了 它已经改完了 我看到它 我六个东西 一样的东西 Current to voltage 没有 我再摆一下 我再拖用件上 是不是错了 我再看一下 没错 课本没错 所以 应该是你们 应该是你们 卫星 所以出来都是电压信 那你 旧的 是用reporter 记录器 所以 还要你们做实验 做这么多实验 把A系呢 记录是用reporter 然后 新的仪器的话 就要经过这个 转换器 这个也是界面 A to D 的一个 convert 转换器 一个转换器 Ecalog to D 是个convert 这个 的这样一个 转换界面 那 转换字的信号呢 然后你们商卷器 一个 鼻子成细 白系呢 使用积分器 那么 积分器 我想现在大家都可以买 开 不用电脑 所以早期的时候 现在还是一样 那个 CNC里面 最基本的是reporter 早期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我们有钱一点 还会花个 10万块钱买的 提分器 Delegrator 那现在都是用 computer 直接去记录 Delegrator 应该会被盘开掉 好 那出来之后呢 如果老内心的话 那 它的流数在那边 可以设定 那个设定 是一个大概的 设定 真正的流数 多少人想知道 那需要去把它 测量出来 所以 有一个所谓的 stone bubble reader 去测 这个 整个 peer gas 它的流数 它的流数 当然 你们上一期 其实助教 我记得给你们看过 那 这就是一个 我们课本上画的 一个 一个 soul bubble full meter 用肥皂炮 去 去测量 你的 Tierry Gas 你们都不是吧 那 基本的做法 你们没有机会做了 因为 现在心理性的 都不用了 我们这边放肥皂 肥皂水 然后 急起 就 肥皂炮出来 对 然后呢 你这个 carry gas 出口 从这边进来 就把你 挤出来的肥皂炮 往上盖 往上盖 然后 你要去 用那个 马表 从这话先开始 肥皂炮 带上来 经过这边开始即使 好 跑到 看你 跑跑来科度 把他中间说的时间 进入下来 就可以算 Tierry Gas 把他的模式 那這是我們DFNCM 這就是我們兩位同學他的照片 我們DFNCM助教呢 給你們看 他的真正的一個東西在這邊 他裡面有機會用 他裡面的東西是 心理性是裡面本身 他建置了 這個monitor 他可以去測量 carry gas他的流水 那再下來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舊的儀器 出照片給你們看的 兩邊看的 一個機器的分析性 那這是 課本上的carry fuse leg carry 那這是我們DFNCM 用的上學系統 一根是機器裡面 carry common 我們只有這一根 對一根 那這是Harris這本書裡面 他介紹carry common 那為什麼carry common 把他藏起來 原因很簡單 也太長 所以要把他藏起來 那carry common的話 他的 跡象是附附在 這個fuse leg 這個 玻璃的內地 這一圈 中側這一圈 是他的stational liquid phase 他們針對這個 鏡像的部分 他們的部分 我們這本書一開始 階段一起 然後 某一個部分 然後鏡像的部分 他在後半 他會畫我們當範圍 來介紹 這邊幫你先看一下 這個 這就是Harris Harris 那對頭就來講 他只有 嗯 成何於 所以你沒有做事 所以 對真正的這個 即興人 沒有看過 所以你有空的話 你再來看 你 應該是 要不然 對你來講 不公平 他都做過資料 很多 很多 對你來講 很陌生 那 Cabric Gordon的話 Harris 你 挺 你 就 你說 都 好 她 啊 是 但 有 不到 差不多 其它的 Microarrange 那這是Sample Injector Sample Injector 那 這是Microarrange 那各位 抽取Sample之後呢 直接的注入 注入的時候你會附到一個主題 所以你們上去做試驗的時候 你在第一次注入內 你會站在驚驚的 所以要告訴你 小心不要把這個針頭 挖掉 我看同學都會小心 為什麼會很小心 因為有阻力 這個Acceptor Acceptor呢 就是一個橡皮塞的 橡皮做的 你現在當然是一個Silicon 矽膠做的 那它的目的當然就是 讓你的針頭可以穿過 然後 然後 拔下來的時候呢 密度 波洛系 波洛系 那我這邊帶了一個 可以查一下 看起來 所以這個針頭呢 蓋著你先骨 穿過 這個Acceptor 注入進來 進來 那這邊牽涉到 這邊牽涉到 這邊牽涉到 你剛剛提到了 如果是不是是DAD COLUMN 那 我們做出的 三個體積好了 三個VOLUMN INJUTSON的三個VOLUMN 你可以打一個 麥克力 拿一個 麥克力的類 應該沒有 你看COLUMN走出來 但是呢 就這個COLUMN來講 它非常細 所以它整個的 內部的體積呢 要比它小 所以你打進去的體積呢 就不能夠一個麥克力 如果你打一個麥克力的 如果進去的話 它們可能 站著這個體積 很長一段 搞不好 半根它 30米 15米 全部是你的腺部 打進去體態 那這麽長一段 你的腺部的話 你再這麽憤憤的開 所以你進去的體積呢 必須要很小 但是那麽小的體積 即使不是十人或三 麥克力的 十個腹部的話 是0.01 那 你有用過嗎 十個麥克力的體積 真的 你有沒有辦法 控制0.01 麥克力的體積 很難 所以我們都需要 有一個 一個 一個 sample 去呢 分 把你打進去的sample 去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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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的話呢 基本上 重點是 用你的sample 這樣打進來 之後呢 被你的 herry gas 帶進來 去分流 底下 底下是Colin 帶進Colin 進入Colin 在進入Colin之前 如果說是Split Injection的話 有這個sample splitter 有sample splitter 分流器 那它的做法其實很甜 就是你的carry gas 這樣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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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在這邊做分流 就一部分進它了 那麼 大部分呢 從這個Split Bank 抽掉 我們叫做Split Injection 分流 有注意的就是說 carry gas這樣進來 進來 那 真正進Colin的地方 就有每分鐘 一毫升 那每分鐘 一百毫升的體積呢 這個流速 是真的 跑掉 跑掉 所以這個地方呢 真正進Colin Split Injection 進來之後呢 氣化 這個生要直度 什麼 瞬間氣化 氣化之後 我真正被carry gas 帶進它呢 只有1比100 所以我們這個分流的 比例是1比100 那麼這學期呢 你做實驗 有兩個實驗 它適用到 GC 那它分流的比例 可能不一樣吧 它不管多少 這個就是助教 那 所以這個地方同學呢 要能夠了解一件事 在你們開始做實驗之前 助教大概有三個禮拜 他要去預作他的實驗 做實驗裡面 有個地方他要去找條件 像這個 這個比例 分流的比例多少 那助教花時間去找 恰難比例給他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各位看不到 就叫人家花那個實驗 那 那 這就是GCNAS 那台儀器呢 它們是公用 就是 也就是有幾組 他們平常的 合身的錄出來 他會用那個儀器 去看一下它的產品 什麼產物呢 好不好 那麼所以說那個儀器啊 用條件很難去 完全掌握 我們的助教 它調好了 那 那如果第二天呢 有些技術 就是他來打 他來打 他整個打進去 體系很多 也很脹 熱化 那這個GCNAS 這個儀器 這個儀器的 detection 部分 就完蛋了 所以呢 啊 這是 模式啊 就是我們 要去share 用這樣的儀器 那我們用這個儀器呢 這個儀器 你又沒有辦法去實習老師 在最好的環境 所以你做的實驗的結果的時候呢 不是那麼理想 好 這是 三個是 那如果說是 沒有 duskalibase injection的話 它就這樣 像這邊 caric gas 進來是 每根部鳥還是 那 它有一部分 從這邊 這個 抽搐呢 真正進到它呢 就是 這帶進來的 就是 你好好生 這 understand 但 排掉 可能是沒有 這邊關起來 所以 你的sample呢 都帶進它了 帶進它了 然後 這是 這個injection 然後 我想在路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嗯 我們 注入sample 尤其是在 HeperTown 的話呢 代入它們 會用這個 這樣 怎麼去做 基本道理就是 這點分類 多少進它了 多少被排掉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 就進它了 那 排掉的 可能關起來 就關起來 那 這是 所有的 這個injection 那我們課本 還有提到 這個比較新的 oncala injection oncala injection oncala injection 意思就是說 我打進來的sample呢 它直接打進你的 毛細管 的 入口 各位看到 這裡 它呢 sample打進來 這個 毛細管的入口 它直接打進毛細管 另外呢 它的溫度 是 50度的C 各位看一下 50度的C 這溫度呢 它溫度放得很低 所以你的sample呢 並沒有經過 氣化 這邊是 這 這兩個都是 打進來 就先氣化 不管有沒有分類 oncala 這叫oncala injection 的話 它是 直接打進來 打到你的毛細管的 進口 然後 你的液態的狀態 維持在這邊 所以你的溫度這邊 是低溫的 比如說 50度的 50度的 所以你的 你的sample呢 液態的sample 打進了 它能夠維持 基本上 維持在 低溫向 液態的 看 那這個時候 怎麼去進 column 這個 這個 管座 分離 所以要靠 後面的 溫度的 program 我可以 我可以知道一下 oncala 直接打進 毛細管 管座的 入盒 打進去 然後再靠 後面的 溫度的 program 慢慢的升溫的 讓它在 它們的 低層溫 一個層溫的 氣化出來 那這是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已經提到過了 如果說是打進來 希望它氣化的話 一般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用這個 方式 除非你們 特別利用 oncala injection 比較特別好 其他情況 我們都基本上 所以打進來的sample 我們是瞬間 氣化 二 希望它打進來 是瞬間氣化的話 你的 打進來的 這個chample 它叫 Triferization chample 氣化的這個chample 這個地方呢 那你這一塊 就是要加熱 加熱去 加熱去 那這個溫度呢 是要比 你的sample裡面 比如說五個成分 肺炎最高的那個成分 比它的bolic point 還要再高50度C 所以你最高的那個 那個sample 肺炎最高的那個sample 比它還要高50度C 目的就是說 你打進來的sample 瞬間 是液碳 它瞬間要變成氣氮 然後被這個carry gas 帶進來 帶進來的chample 就是瞬間氣化 所以這個整個有關sample injector 這個地方 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個 要適當的science 所以你用tectana 我們可以打進來 體積能多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是tectana 的話 你必須要用filium 這個spletor 要適當的這個體積 如果不是的話 看一下這個結果 有這個spletor injection 那這邊這兩個sample 你看到 很sharp 燒的也都還好 如果說沒有的話 你的體積太大 你看到呢 會變得非常快 你可以想像 就是打進體積太大的話 毛細管整個一段 你的三分空間 非常長 非常寬 非常寬 但在分入波特裡面 它慢慢 一個層門跟一個層門又分開 它需要一個空間 你原來就很寬的話 那你得到的結果 不會很sharp 你也是非常寬 那就是它的結果 讓這個結果很好 所以要適當的science samele side 而另外呢 as a block 這也是為什麼 同學打進去的時候 不要拖地帶手 samele打進去 要瞬間 慢慢推進去 慢慢推進去 開始到結束 整個samele 這邊的samele room 希望瞬間打進去 瞬間一個samele room 你慢慢打 慢慢打 它的samele room 比較快 所以你希望瞬間打進去 儘快地打進去 儘快地打進去 還是快 好 這個英文 這個英文的話 是 我們要打一個 0.1毫升 會哪一點 約哪一點 1.1毫升 忘了 0.1毫升 0.1毫升 對 något 2毫升 總共 發生 0.1毫升 汉水等紫綠十公斤 如果你用途子,只能十分之二, мо行李山 如果是百分之二, Born to My Juliet 這是你的英文, foreword 就是經濟 Salt 我们今天最后一段 你们做实验 上学习了 你们分析了 这四种不同的概念 所以你要免贪取 我们可以用这个所谓的IsoCerman 温温的 我们正学习 像气流分析 费析分析 你们成分就几十种 那你就不可能用IsoCerman 去做机析的一个分离 那我们要用这个Temperature Program 这个程式 升温的一个方式 去做一个分离 那为什么 IsoCerman 如果说是像这个40度路线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 从头到尾 你的 机析的温度 Temperature的温度 设定在45度系的话 像这个例子 我们一共有9个成分 一共有9个成分 但是呢 在这个高的温度设定 在45度系的话 这里低个温度 一二三四 前面的四个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第五个 再几个 但是呢 还有六七八九 那在哪里了 都在哪 还没出完 还没出完 他就 可能也没出过来 想要站你的 这个温度 那你说的 好 我把温度就升高 升高到140度 那你可以看到 前面这四个 一二三四呢 就分不开了 一二三四分不开了 那五六七八 不错 那跟9呢 还是没出完 9 还是没出完 所以你要把这样一个 成分比较多 肺点有低有高 这样一个 比较复杂的 一个sangle 你要继续分离的话 通常都有一个 所谓的temperature program 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从低温 低到30度行 也就是原来45度度行 还有低 目的呢 是让前面这些 肺点比较低的 它能够 分得比较开 30度C 就是让前面这几个 肺点比较低的 可以给你的镜像 最容易比较弱的 它可以呢 分得比较开 分得比较开 然后呢 在分别过这里面 温度 像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30度C 然后180度 它整个的 这个深温程式是 连续了 直线值 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 最简单的例子 是直线值 但是 得到结果也不错 那有的时候呢 你要不能直接的深温 你要用 用这种方式 把一个温度 停一段时间 然后再深温 然后再停一段时间 那这个是 看你的三维 那这些东西呢 Temperature 就怎么样去设定 这需要去试 Triangular error 然后去找这个了解 这要花很多时间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应该要知道 比如说 IsoSermal 跟Temperature Temperature program 什么不一样 然后为什么需要Temperature 这个program 就是一开始 设低温 然后温度呢 慢慢上升 所以先往前面 这些呢 都跟着 跟着它 然后后面 也不管你出来 肺炎 弱度比较长 可以借着高温呢 让它 比较快出来 那么所以让 整个的分离效果也很好 时间呢 也很有效 要不然的话 定温的话 不管你是 设定低温 或者高温 低温的话呢 前面那样 后面都出来 很高 高温的话呢 后面可以说 前面分不开了 所以你要从低温 他们的身份 要高温 去让前面分得好 后面也可以很快 出来 那这是 这一张 我最后看的是 Harris用的 那本书里面 那一本 也是 类似 但是他的 这个功能 比较像你上学去做的 都是 直练的晚 但是 占色的 碳的速度不一样 从8个碳 9个碳 一直到 21个碳 还说 Cermal的话 一定看到 后面的没有 出过来 所以他要用 前面那个分得不好 所以他要用 Temperature Program Temperage 從50度系到要到50度系 8分鐘 8度系每分鐘 這樣一個速度升溫 你可以看到很好 前面這個非常很好 然後呢 後面這個也出來 這個是 很好的一個分離的結果 你們是願意去做實驗 GCMAS跟這個 激色配型也是一樣 跟助教他都要去試 Temperage Program的溫度 他們去試了一段時間 找出來一個比較條件 好吧,我們今天上次上次講